孟海晶是孟建柱书记 隐藏了和他第一任妻子 蒋青梅女士的合法的女儿 身在美国 有护照号码啊 还有美国绿卡 这个没有美国护照 是有美国绿卡 这个说到这的时候 大家看到很简单啊 很简单 但是他持有的信托之多 财富之多 极为惊人 他有一百多亿美元 下面的蓝的字看不清楚 就他的账号信息和持有的财富 我们稍后会公布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江西同业股份 从上面查的时候呢 江西同业集团600362 看上去啊 是40.53江西同业的控股 然后下面有一个北京凤山投资有限公司 还有一个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新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0.18 江西同业集团是江西的一个支柱产业 一个大企业 这个企业的所有的交易和中下游的利润都去哪了 大家慢慢你们上网一看就明白了 就像我说绿帝一样 绿帝的张玉良 最重要的是打造上海政府的企业的名字 国营名字 买地几乎不花钱 到哪免税免费 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建筑合同 材料供应利润都非法的转到了海外 也就是孟海精和蒋七梅的下面 江西同业同样这个道理 同样的办法 那么江西西有金属物业控股集团 大家你看一看啊 我这有一张资料啊 由于在这个上节目的20分钟前 被这个老老领导要求呢 不要说那么细了 这个老老领导说你带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最早的时候啊 有一个上海叫王朝 是王国的王 叫王朝投资公司 然后在增资过股的时候 这个成了江西西有金属物业控股集团的股东 那么这个大家看时间啊 是2008年9月25日 9月25日改最后上海这家王朝 后来改成叫旺朝 可能这个王朝太狂了吧 改成旺朝 那么这个是9月25日之后啊 这是王梅全面运作的 这是绑架 所谓的南普陀的就是 控制未来领导人家族和利益和自己共沾 叫他不敢动自己的南普陀计划 叫咱们都要共同的嫖过仓 共同的扛过枪 以及共同的有弄过钱的这个目的 这叫绑架计划啊 鉴于此呢 很有意思啊 你看到2008年的9月份 9月25号 他们改制 被这家公司拿走了 但是你看到真正其他的股东背后 还是有更多的代持 还更多的所谓长期合作合同 合作合同这些企业的买卖利润 都到了另外一边去了